6月17日,首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旅游度假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东泰湖畔华丽起目。 会上,东泰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奇做了东泰湖度假区文旅推介。 东泰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以长三角为依托,以东泰湖百里风光带为核心资源。 发挥百里东岸的弯曲魅力,突出运动家度假的特色,构筑3S。 现场,东泰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与青石资产管理集团,协城集团,同城新闻创,警域驴妈妈集团分别签订战略合作。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小帆船培训认证中心的接牌标志着长三角地区首家挂牌的小帆船认证培训中心产生。 大会上还成立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上运动联盟和东泰湖度假区文体旅运营联盟。 本次大会上线文旅消费平台,预建东泰湖,该平台集合景点门票,酒店民宿,美食餐饮,剧院演出,文创产品,当季线路,农妇产品,出行指南等八大主题。 开幕事后的主题演讲《圆桌论坛》汇集了旅游度假领域的各路大咖,是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围绕世界及旅游度假区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路径,体育与度假旅游融合实践,帆船运动在长三角的发展,长三角旅游度假区,业态创新和品质发展等主题。 大咖们研判方向,预见未来,为长三角旅游度假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助力。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长三角运动度假报告,对于长三角的运动度假现状、问题、机遇和挑战进行深度分析。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长三角运动假期。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长三角运动假期。